印度制造的航母到底行不行 先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艘标准排水量达到4万吨的 中型航母维克兰德号 在其第二次海誓的时候 跑出了一段奇怪的浪花 跟大多数舰船带来的 一字型尾流不同 它的尾流是鱼刺型的 而且才不少 看到这个画面 大家的热情就都被调动出来了 网上一片讨论的声音 纷纷都在揣测 为什么维克兰德号能够如此之浪 而它浪成这样 对其战斗力究竟有没有影响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 首先啊 它为什么这么浪 仔细看视频 我们就可以发现 维克兰德号的起伏非常明显 所以鱼刺状的尾流 显然是被船首一下一下 这么砸出来的 国内的文章 大多把它的这个动作 形容为磕头 一步一磕头 是在请求老天保佑吗 所以印度人是非常反感的 在国外的网站上 他们就挑出来解释了 请注意你们的用语 磕头可不是什么好话 咱们要用专业的术语 请教它重摇 而且所有船都是会重摇的 我们这时候呢 重摇的幅度 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 所以到底什么是重摇 当船只绕着自己的横轴 上下震荡时 它就是在重摇了 引起重摇的因素很多 比如糟糕的海况 一个巨浪打过来 把船首甩到浪尖 再派入浪谷 是很正常的事情 比如呢 动力的欠缺 骑浪前行是需要力量来支撑的 你起不了浪 那就只能让浪来骑你呗 或者啊 再比如糟糕的设计 缺少稳定船身的必要结构 中心和飘行不在一个位置 等等都可能让一艘船 在浪起来之后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所以 维克兰特号 究竟该对上哪个号呢 大家普遍认为 应该是对第三个 因为第一啊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海事当天 海面相对来说 还是相当平静的 不太可能把重如航母 那么大的一艘船呢 甩成那样 第二 当天的科目呢 就是高速机动 再加上海浪油不大 说是因为动力不足 理由不充分嘛 因此就来到第三项了 设计上也有所缺陷 被诟病最多的是说 它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球匕首 关于球匕首啊 我之前有一个视频 应该讲得很清楚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它最主要的作用是 减小船只高速前进时 所形成的新波阻力 从而实现高速 省油的目的 但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 就是用一个巨大的鼻子 伸在前面 是可以增加船只的 重摇阻尼的 在一定程度上 就能抑制 或者减小船只的 纵向摇摆了 但维克兰特号呢 就是偏偏没有这个玩意儿 这个呢 就很容易让人拿出来说事了 虽然在现在的一些 低速商船上 正在慢慢取消球匕首 但那是因为 他们本身对速度 就没有什么要求嘛 用了球匕首 意义也不大 反而增加了造价 与经济省钱的初衷呢 北道而驰了 而你维克兰特号 是一艘军舰 跟商船一起起杀哄啊 难道既不想要高速 也不觉得重要 会是什么问题吗 这就奇怪了啊 于是很多人嘲笑说 是负责建造的 科青造转厂 没有一个 把数厘米厚的钢板 弯曲成一个 精确三维曲面的能力了 造不出球匕首嘛 但反驳也很来劲啊 马上就贴出了 该船厂在建造 带有球匕首的 船只使的照片 来证明 我能 只是我不想而已 有很多人说 没有球匕首的航母呢 就是没有灵魂的航母 反驳的 也马上给怼回来了 大部分的 美国尼米字级航母 不也没有球匕首吗 你看 美国的天 有没有塌下来呢 总之啊 印度人说 咱这个设计呢 就是合理的 摇不摇什么的 也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的 所以这次海市呢 完美成功 好吧 如果不关球匕首的事 那就是飘星和重星 不在一起了呗 军用舰船的水线泡面呢 通常是狭长的子弹型 船舶设计者和制造商 需要格外小心地 为其配重 以使它的重星 与飘星重合 如果两者 不在同一个千锤线上 那么只要水面 稍有起伏 船只就会不可避免地 发生中摇了 维克兰特号 会是这种情况吗 大概不是的 因为你看啊 人家航母上 还没有再有压衬的飞机啊 说不定把甲板上的飞机 一装食堂里面的 咖喱达满 飘星和重星 就神奇地吻合了呢 让你们这些人 先傻乐一下吧 何妨呢 好吧 对此 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是回键书 关注 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